无论使用什么针具,治好病才是目的。 其实伏针呢,它主要是在输松解力中的第二层,就我们说的第二层里面,它在这一层松解,但是呢,这一层的松解呢,它这个针比较粗,还有一种叫剖针,它也是在这一层的,但是呢,皮针,它就不是在这一层了,它作用的就是致密解力中的,它就在第三层了,而且呢,还有这个,像你说的这个圆力针,圆力豪肠大王,它是第七根针,是圆力针,第八根针是豪针,所以九针里面都包括的, 那么圆力针呢,它可以,它钝性松解的时候,你可以在浅静默松解,你也可以在深静默,那个咱们薛力工老师啊,他中国精进学,其实呢,咱们古代都有,就是关于精进理论,现在呢,刚刚引起重视,这么多年了,很多呢,古籍呢,对精进这块呢,没有进行系统的人的总结和这个应用,那么,古书里面都提到,现在呢,薛力工老师呢,他的中国精进学一大后本, 世界都非常的详尽,啊,等于说,把精进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总结,那么,不管你用哪一个证据,就好像十八般五月,五月啊,刀枪棍棒,浮游构叉,你用啥都没关系,但你一定要打在要害部位,你才能自然死地,对吧,你用的兵器就是想有杀伤力吗,对不对,那你用的证据,你就得打得准,打得正,你才能够把这个兵治好, 如果你用的不是他的位置,那恐怕呢,造成了误伤,可能还会损失,造成副作用呢,那就很难避免,刚才呢,这个夏老师讲的呢,我觉得,他,他讲的这个古真法,你看,青龙白尾,白虎腰头,参规太学,直缝银元, 这都是古真法里面最基本,最传统的一些真法,讲起来呢,我们现在用的真法,就包括我们这个洞金针的里面的一些基本和服饰真法,也都离不开老祖宗这些东西,只是把它们互相的组合起来,叫一个别的名而已,但是呢,你又不跟老祖宗完全相像,你又得走样,所以我们不敢拿出来老祖宗的这个原名呢,来冠以我们这个名,我们有点担心,因为呢,我们做的不到位,又得走样了,那被人家同行呢,会笑话, 你这根本就不是白虎摇头啊,但是我不管摇头不摇头,哎,我治好病,这是目的,不管你用啥针,你把病治好了,你就是牛,你就是牛医生,你对不对,你用的再高级的针,你这个花样再多,你针感再强,没治好,那你说你要哪个呢,病人接受哪个呢,还有刚才呢,这个夏老师提到一个针感的问题,我觉得呢,这个也是咱们这个针灸界啊,面临的一个学术上很有争议的问题,是不是非得都达到 针感的这个效果才能有效啊,是不是都能弃之病所,我也是张老师的学生,跟张老师也学不着,那我们都是同门,我有一次呢,张老师讲这个眼睛,眼积风驰学,他说扎风驰学的眼睛啊,后面会胀,我就怎么都扎不上来,我就扎一个捅过捅过,在那捅过其他呀,年转的,有没有有没有,我搞得很疼的,没有感觉,我问张老师,我说,我咱没有这个弃之病所的感觉呢, 完了他问我,他说,这人眼睛啥病,我说眼睛没啥病啊,我就想做针感,你看那你就不对了,弃之病所,这人得有病啊,你没病,他眼睛咋能有感觉呢,所以你看人家老人家一句话就点破了,你必须得有病,你这个针感才能引导到那里去,眼睛没啥病,你非得要眼睛胀,你咋能胀出来呢,是不是,所以呢,这个呢,不是很容易做的, 所以也看出来咱们这个夏师兄啊,他的功底是非常深的啊,像这种啊,排尿障碍啊,就手术了,倒尿了,经过这个治疗以后呢,能够自主排尿,这个非常难得的,我们也做过几例啊,也做过几例啊,也有一些经验积累,将来以后慢慢交流,这一块呢,特别是男性潜力腺肥大,手术啊,这类的啊,那就非常多,非常多,那这些方法呢,也有一些不同啊,我跟那个夏老师做的不太一样,但是呢,我他刚才讲的呢,对我也体化很大啊,但是呢,将来呢,就是这个, 这些东西呢,我觉得,在咱们这个平台呢,我觉得挺好,大家交流交流啊,也互相有一些启发,另外呢,我觉得夏老师提过,他提过一个层次,古代层次的观点,其实古代层次是有的,三材五体都有,有三材,刚才他提到了,天地人,另外还有五体呢,皮脉肉筋骨啊,这也是一个层次观,另外还有一个被忽视的,就是刚才呢,咱们这个夏师兄提到的,分肉之间,非常重要,啥叫分肉之间呢,鸡肉跟鸡肉之间呢,这个鸡肉,鸡肉是重叠的啊, 你这个鞋放肌下面有肩甲TG,肩甲TG下面还有,还有半肌肌啊,所以呢,一层一层的,你拿那个软件它分八层,每一层肌肉中间的都有筋膜的,有这个间隙的,那就是我们的治疗程,治疗的部位,你针尖达到那里了,这个我非常同意,你的效果就上来了,所以说呢,老祖宗都提到了,还有一个老祖宗提到的叫啥呢,近筋端,什么意思呢,就是那个肌肉跟骨骼扶着点,也就是肌肉齐指点呗,啊, 肌指点你找到了,你再找到那个分肉间,你就把病治好了,只是咱们现在呢,用西义,用现代人能听懂的语言,我把它用西义这套理论,我把老祖宗这个重新的解释了一下, 其实呢,一点不脱离咱们老祖宗这一套,我在这个书里面,我都有详细的这个论述,一定呢,咱们不能够忘了这个老祖宗这些的,所有的,咱们是传承下来的,所以呢,不能学了几天筋膜,就把老祖宗否定了,啊,不能说呢,咱们学了几天,这个,呃,肌肉解剖,就在那,那叫什么,纯学费精, 这经络就废掉了,就就是保留书学了,这不行,你没有经络拿来书学,是不是,所以呢,我们最后呢,绕圈绕回来呢,还得集中在这个,哎,老祖宗这个,智慧上,咱们现在做的所有工作,我觉得都是对老祖宗的,理论的,实践的,一个解释,一个重复,没有啥创新,没啥了不得的,没啥了不得,只是呢,用现代人能听懂的话,刚刚才夏生就说了,你这个东西,你说气质病锁了,玄乎玄乎的,他听听,他就摇摇头,晃晃手走了, 但是呢,你这个,我们也做这个,输尿管啊,这个,比如说,狭窄,比如说,精卵,比如说,外部肌肉的紧张,造成了输尿管的不畅通,那你松解了这些相关的原主织周围的,输尿管的原主织都松解了,他不就排出来了吗,你这样讲,他就听得懂了,哎,他就对你佩服,哎,你这个说法,我认可,他也是,西医都给你介绍病人,你就在这说,当然,咱自己知道啊,我这个得得气,我这个气得到哪儿,才能有效,这个只是一个现象, 现象不是结果,我们要的是结果,不管你用啥真法,你用啥真据,你给疗效做了,尿不下来尿,你给尿出来,是不是啊,那你就牛,你再吹,再想,你扎不出来,尿不下来尿,你还是不行啊,你还是不行啊,所以咱们注册,唯一目的就是疗效,终于能存在,他的这个价值,就是俩字,疗效,没有疗效,啥也别谈啊, 所以我们这些人,在海外啊,那就是靠真刀真枪,真正疗效来立足的,没有效果,早就被淘汰了